嫦娥奔月 义射死了天地的九个儿子 天地大怒 把义和他的妻子嫦娥滑到人间 嫦娥听说 昆仑山上西王母有长生不死之药 就叫义去求药 西王母听了义的来意后 就取出了一瓶药来 并告诉义说 这瓶药两人分吃 可以长生 一人读诗 可以升天成仙 义回到家中 把药交给嫦娥 并告诉了嫦娥 西王母说的话 嫦娥心想 我一个人吃了 可以升天 何不试试 在一个月色朗朗的夜晚 趁义不在家时 嫦娥吞吃了一整瓶药 奇迹出现了 嫦娥身体轻飘飘地飞向了月宫 一回家后 看到庄药的空瓶 便知道发生了什么 她对着月亮大声呼喊机子的名字 呼声震动天地 月宫里寂寞冷清 上面只有一只玉兔陪伴着嫦娥 嫦娥后悔了 她想下届回到丈夫义的身边 可是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聪明妈妈 小朋友 自私是一种不好的行为 结果也不会好 我们可不要去标语长罗姐姐 我恨可想起来 我们下屋的小时 我们下屋的小时 大家都要看她 我们下屋的小时 去下屋的小时 这个小时 我们下屋的小时 要可能也不见到 我们下屋的小时